不如我們講講 現在另一個應該Hit的問題 到現在沒有人來的 其實就是高官在退休或者離任之後 他跟著的工作安排應該有什麼規限 一般大公司 他因為在香港 不會永遠是一個寡頭 一般大公司裡面會有競爭者 競爭者可能包括 就是他同行的一些不同公司的競爭 所以一般在一些大公司 尤其是一些掌握著公司的一些發展 或者掌握著公司的一些非常critical 資訊的人的職位 如果他的離職 是要簽一定程度上的過冷和期 目的就是等公司在冷和期裡面 是製造一定程度上的平章 就不需要等他一跳槽 就將公司的機密 或者將公司贏的一些贏之誘導的方法 是將他帶去另一間公司 一個過冷和的方法 在時間上 第一個就是時間上過了 可能他知道的資訊已經不再update 第二個就是公司也可能 還有新的措施 去防止有任何一個傷害 香港政府是一樣的 一樣應該就著官員 另一個官員就是決策局 就是香港政府行政策的時候 行決定的時候 正正是因為這些高官 包括了常秘 包括了富常秘 他們都有份制定政策 在他制定政策的過程裡面 即是已經實行了政策 他有沒有暗瓦底去益一個發展商 或者益一些大媽撒呢 從而拿延後利益 在他離職之後被聘請呢 還是益或益 就是我們應該想 如何去保障官員應該呢 官員包括局長 包括副局長 包括副常秘 是不是應該有一次冷和期 如果他們現在在政府的決策 就算他們知道的背景也好 在幾個月後 他們基本上 甚至一年後 他們基本上已經 不能夠幫助到另一間公司 拿到他們的利益 原因就是因為時間過了一段時間 社會有變遷 環境有變遷 政府也有適當的保護措施 現在說高官離任之後 再去私人機構做事 會不會有連續利益的考慮 我講一個很具體的例子 例子就是梁展民 梁子民在他任內有兩宗 是非常令到自己同袍 都覺得離譜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加坑灣事件 恆基發展的加坑灣 加坑灣本身地契下面 就要建一個巴士站 即是PDI 恆基還要建 不過梁子民運用他的著情權 在建這個巴士站的時候 另外補5倍的地積比率給他 即是說要巴士站的地積比率給他 讓他發展加坑灣的時候 再建多幾層樓 賣多幾個單位 賣多幾個單位 賺多些錢 這個問題來了 原來梁子民當時 他是沒有權這樣做的 後來發覺 如果他執行這個豁免 或者是一個著情權的時候 是比加坑灣的額外發展面積錯的 但是他這樣就益了痕跡 好了 跟著益生制更重要 就是洪灣半島 就是在洪磡區 一個當時賣爛了尾的居屋 這個也可以顯示 香港人是沒有景的時候 即是說牛價跌的時候 他不會買樓 所以房屋問題 是不是供應問題那麼簡單呢 我覺得不是 因為在牛價跌的時候 香港人其實是不願意再買樓 但我們回回看 梁子民時機是什麼呢 除了加坑灣之外 他加坑增加地積比率 原來洪灣半島 當時的南美居屋 他用一個低於8億的市值 即是市值幾十億的 他用8億元 就給了新世界和新鴻基 去重新包裝它 去發展成一個 另外可以銷售的居屋 其實那個居屋 如果擺在這裡一段時間 一樣可以高價銷售 因為樓市復甦了 但是就在一段短時間 始終最困難的情況 那個情況 他將它賤賣給新世界和新鴻基 結果新世界和新鴻基 在洪灣半島賺大錢 這個就是梁子民 可能梁子民退休之後 他馬上就由新世界和中國 做董事 新世界馬上就給他一個 疑似延後利益 給他在新世界和中國 做董事 那是不是他可以這麼熟 可以就著大陸的商場 或者甚至乎 是新世界應該在大陸行的策略 他可以出盲獻賊 我覺得是不行的 反而這個很多人認為是延後利益 即是說 他分別這個行基 這個新世界 其實現在請他 是等他有延後利益 是還是沒有人知道 因為新世界不會認為 告訴大家 但是這個 正正反映到 高官退任之後 其實應該怎樣去處理他 去跟著他社會工作的問題 第一個 第一個 就是高官退任 是不是應該設一個比較長的冷凍期 讓他知道的資訊 沒有那麼快 可以去影響到其他發展商 得到的利益 第二 就是他是不是應該 可不可以 在他自己的管轄範裏 去接受任命 會不會更加長時間 在他自己管轄的範疇裏 是不可以接受任命的呢 或者不可以接受禮聘的呢 第三 就是我們怎樣可以保證 強烈地執行 就是這個 本身對公務員有效的公職人 行為失當罪 譬如梁志民事件 包括加坂灣事件 包括洪安判組事件 其實應該 都已經去到公務員行為失當 即是他將公共 將香港人 屬於香港人的錢 倒入鹹水海 好了 講完梁志民之後 我們又顯身一個疑惑 就是現在這麼多高官 將會離任 但是香港政府又沒有在一個 離任之後的續任安排 即是他私人私序的安排 是作出的決定 簡而言之 我認為 香港政府現在應該盡快 立法會應該盡快 做一個緊急議案 就是怎樣去防止 而現在離任的官員 是很快立刻留到市場 而影響了市場 給市場的資訊 是對香港政府的施政不利 或者對香港市民的利益不利